这家咖啡馆与一般新来人往的街边咖啡店截然不同 它隐匿在巷弄内 装潢充满复古风情 仿佛置身于英式古典风格的小角落 店内摆设着老板自家珍藏的许多古董物品 墙上展示着精致的明信片 这个低调的咖啡店却充满着无法忽视的魅力 我们店是走复古然后欧式的风格 在金门来讲算是比较特别的一种风格 在金门生活的人也可以有小出国的感觉 一样就是在古厕内的欧式风格 所以就是既有出国感觉 但是也有回到家的感觉 我们做的是热的抹茶拿铁 我们用金刚的抹茶粉 然后再加入金门特有的青草地牛奶 都是无加糖的 所以我们的抹茶拿铁喝起来就是很纯粹的抹茶 后运会比较苦一点 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手冲咖啡 那我们手冲咖啡 它的咖啡豆都是静置过高粱酒 在冲煮的过程中就会散发出淡淡的酒香这样子 那喝起来更是有酒香味 那红粉之脂是勤酒加金轩乌龙 水果香气为主 然后再放上月桂也加入一些草本的气息这样子 我们的甜点几乎都是由我自己亲自制作的 法式焦糖烤布雷 它是鲜奶油 然后还有蛋黄 然后再加入牛奶 奶味比较重 上面会呈焦脆的焦糖这样子 我们茶类有茶味比较重的伯爵茶 那也有带有薄荷凉感的四女伯爵茶 也有香气比较重的香草菊蜜 然后还有带有莓果酸味的莓果综合叶莓 这个地方绝对值得在一天的疲惫之后前来 让自己沉浸在宁静的氛围中 品味一杯香醇的咖啡 或者享受一杯美酒 在这里你可以忘却多年来的漂泊和疲惫 让自己重新找回内心的宁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